歡迎收看 電玩快達 今天我們第一個單元 是我們的電玩時光機 那我們今天非常的這個 算是說熱情豐盛 我們準備了 你看到了沒有 右邊這邊 大型機台直接搬來棚內 就是我們等一下電玩數學班 要介紹就是大型機台的玩法 不過一開始 我們第一個單元是 我們電玩時光機 對 我問你 如果說你以後結了婚 然後生了小孩 你還會再玩電動嗎 當然 是一種ABC窗的答案 當然 我跟你講 我們未來這個熱血的電動少年 一輩子都要玩電動 那我覺得你可以 跟今天電玩時光機的來賓 成為好朋友 因為他說他到80歲 他還是會玩電玩 那我們歡迎Jason哥 Jason歡迎 我們來 Yes Yes 又回到了電玩快打 真的 你們節目真的是歷久不衰 這個節目做多久 10年以後 不止了吧 13年 13年的時光 13年的時光 我跟你講今天其實我跟欣賢看到 你要特別對你尊敬 因為你是我們之前的主持人 好不好 欣賢 1 2 3 師兄好 師弟師妹 你們好 表現得相當的不錯 快點這麼說 這麼特別 看到你們的節目有一個單元 叫時光機 我真的是感覺很感動 因為可以顧慮到 就是我的童年的一些回憶 骨灰級玩家的一些回憶 沒錯 然後我今天還特別出場 配了一個這個搖桿 對 這個搖桿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主機好不好 新一下 今天要介紹什麼主機 就是SEGA Mega Drive That's right 對 它簡稱還MD 叫MD對不對 MD是他們這種沒有碰過的在講 我們哪有台灣這樣講啊 我們小時候都叫做SEGA 因為小時候就是之前 一開始外玩紅白機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超酷 超好玩 但是慢慢的SEGA這一款機型出來之後 完全發慘了 畫面的這方面呢 全部都是一隻大型電玩 放到SEGA上面 那時候誰知道叫做Mega Drive啊 對 那時候我們其實小時候 不會講它MD什麼Mega Drive 我們就叫SEGA... 而且我跟你講 小時候因為這台MD 其實是這個世界上 第一台16位的主機 當時可以說是跟這個 我們之前介紹過PC Engine 還有我們這個超人 可以說同梯的產品 非常厲害 雖然是早一點點 對 但是呢 它其實在美國的平台跟市場上面 非常受年輕人的歡迎 跟它同級的那個平台呢 就包括像是Nike啊 Levis 年輕人聽到這三個 都開始要拜下來了 對不對 跪在地上再吵拜 這麼厲害喔 在美國就真的厲害 可是它在日本 好像發展就沒有那麼順利 因為它比超任早兩年就發售 可是超任一發售之後 就立刻就很快就超越它了 但還好它在歐美啊 還有台灣就亞洲地區 還滿受歡迎的 所以還OK啦 是啊 其實關於這個 其實MD的非常多經典的遊戲 昨天SD太郎呢 特別打電話給我 這一次不是找我去吃飯 其實他還沒找我吃過飯啊 總之呢 他特別說有一些這個 經典的遊戲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錯 我們先看一下SD太郎的介紹吧 在SEGA上面 你有很多的經典代表作呢 太郎真的非常非常的熱愛 像剛剛之前提到過那種戰斧 就是那種大型電玩的感覺 還有喜歡策略遊戲的玩家 模擬的玩家 你們一定不會忘了 光明與黑暗那三部曲 在這個SEGA主機上面表現的 當然是淋漓盡致 把很多玩家呢 都吸到這台主機裡面來 還有一個 讓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夢幻之星的第二代 當時夢幻之星的第二代呢 是第一次在這台主機上面呈現 它的第一代呢 已經是前代主機的事情了 當時它的華麗的畫面 還有那種戰鬥的特訓的效果 可以說呢 太郎當時就是為了它 愛上了Mega Drive這台主機 所以當時這些名作的加持之下 再加上後來Mega CD裡面呢 除了之前提到的銀河之星 還有一個叫做天下不如啊 就是之前信長的口號 這個天下不如呢 它用了真實電影實設的手法 把一些畫面呢 真實的畫面 跟遊戲的畫面做相結合 也是當成在Mega CD上面 讓大家非常喜歡的玩家 好 今天呢 我們現場主機準備在這邊啦 對 傑森哥 懷念吧 Come on 你看 看到這個就好像 有時候跟爺爺在吃飯 然後如果他吃了蔥油餅 他就開始演講 就泛出淚光 所以今天我們在吃這個主機的 不是 就是讓我想到小時候啊 我每次記得 就是禮拜三、禮拜六 那時候我差不多才十歲左右 差不多 小學的時候 然後都會到同學家騙爸媽 說去寫功課 然後就在排隊打電動 因為有這個主機的話 就代表說是王者 然後每個人都會想要聚集 在他家裡面打電動 我跟你講小時候我們家是玩超人的 然後我家樓下鄰居 他們就是玩這一台 是 然後每次我都跑去他們家玩 然後就這樣跑來跑去 對,其實我每次做... 這個很正點耶 每次玩完到最後 就是功課也沒寫完 還掉眼淚回家 為什麼 因為不能... 因為就是要離開那台主機的人 就會想哭是不是 第一個是想哭 第二個是因為那時候真的打超爛 因為你輸掉 你一死掉就要換人家打 然後我們就很快 整個下午還加不到五分鐘 對,看得比玩得多 差不多十倍吧 真的,以前真的是最... 不過今天我們現場 有很多遊戲啦 有沒有比較有FU的 跟他起來講一下好了 幾乎每一款都是... 我最有FU的其實應該是他 大魔戒村 大魔戒村 有沒有 穿著盔甲 然後你只要碰到鬼 他就變得穿內褲 就你被打到最後沒盔甲的時候 就剩個內褲跳一下 跳一跳,然後最後就被哭了頭了 很可怕 這個真的超級... 好好笑 欣雅剛剛這個,介紹一下 這個是外星戰將 他是以Michael Jackson為主角的遊戲 That's right 英文叫做 Wood Walker 沒錯 標準的發音 對 所以當然他的背景 都是Michael Jackson的歌 可是我覺得他很有趣的是 他就是一跳舞去擊退敵人 而且他大絕招就是要敵人一起跳舞 然後敵人對 對,敵人跳舞就死掉了 而且這個遊戲滿妙 是在裡面我們要救很多小孩 對 Hey Michael 對 Hey Michael 然後就跑跳 這個遊戲滿好玩的 這真的超經典 而且聽說在Michael過世後 這個遊戲整個漲翻 現在超有價值的這一片 對,真的 超酷 我跟你講,這裡面大概有很多好玩的 包括你看 戰斧系列很好玩 戰斧,我玩過 沒有玩過戰斧 有 戰斧,你玩過 我是選Ri的那個 我跟你講,小矮人男女主角 他們都選小矮人 那小矮人大家都叫 你知道嗎 真的嗎 超厲害 跳起來拿普通力 那種人那時候還會騎龍噴火 對,超酷 戰斧很酷 因為戰斧你學在玩的時候有沒有 那小矮人他的絕道是 就是蹲下來這樣子 然後就伸出去砍這樣子 對 他不像那種男女主角 那男主角是拿劍 然後用轉身的這樣子 對不對 轉身砍 他有一個絕招跳起來 把劍往下戳 對 對,也很好用 非常的好玩 但是等一下呢 我跟你來試玩一下戰斧 還要等一下還是現在來玩 就現在是不是 就直接來了啦 Let's go 我跟你們來戰斧了好不好 好,你看哦 Let's go 這要打他 吃他的葫蘆 我會來一個 一人一顆好不好 你看我剛剛說的那個 厲害的就是這一招 你看 等一下出來 我是那阿姨 你看 賤妞 怎麼這樣啊 不是 我不是說你 好,繼續 這個女生我還滿討厭的 好 好,白尾 你看我剛剛說絕招這個 來,現在看 你看 就是去頂他對不對 對 要按兩下同樣的方向 對,同樣 就B跟B一起按 這個是原廠的耶 你看它沒有上面多的那個 而且我記得打綠生的 可以那個 打出補血的肉 沒錯 一個我來 上面 你跳不上去 你是跳不上去嗎 對 為什麼跳不上去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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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墊它一下 可以很帥 沒錯 就把它墊出來 但是 重點是我們上不去 你看 你真的是火 我的魔法很強 你真的耶 我真的 你知道我再打這個電動 第一關的魔鬼 好像是兩個巨大巨人 沒錯 這時候就要學會 如何過群體的生活 你打得很爛就會被大家排擠 好大隻 去踢它它就會動了 受不了 為什麼你會一直落嗎 因為會被打到 因為這種龍是最初階的 它只能就是拿來把疊半島而已 對,另外一關有粉紅色的龍 完了 而且只有三滴血而已 我來救你了 真的好久沒有啊 好生疏喔 對啊 你們打得好吃力喔 沒有... 第二名已經沒了 我告訴你 不要再跟女孩混亂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們用撞的跟它拚了 我跟你講撞... 我離關了好不好 三個 然後每一關的中間都會睡覺 對 而且都離... 離得很遠的在睡 對 好啦,差不多感覺一下了,OK 可以了 戰鬥耶,超懷念的啦 好不好 沒錯 玩這個電動就訓練你 玩電動的基本的技巧 對,我跟你講 剛剛除了在我們之外 其實我還吃藏了兩塊 非常好玩這個 忍者無人傳說 是我當時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塊遊戲 它其實完全有一點像 大戰略那種遊戲 但是裡面的單位全部都變成忍者 這個我超喜歡 我喜歡 剛剛看到特產很流淚 還有三國治 相信應該很多人也非常喜歡 好不好 不過呢,Andy還有一個創舉 就是它曾經是中華民國國軍康樂士 裡面的休閒活動 真的是真的 我們沒有在開玩笑是真的 你都知道這種訊息 好厲害喔 因為SD太郎昨天其實也有打電話給你 他打給你 你幹嘛真蟲啊 沒有,就是SD太郎 也要幫我們講解一下 我們來看BCR 當時這台主機 我記得在1992年的時候 台灣有個代理商 他希望去接政府的一個標案 想把這台主機推到遊戲的市場裡面 之外 再推到國家 國軍的這個部隊的康樂士裡面 當時呢 太郎有參與這個計畫 後來呢,果然成功了 所以當時在1992年那一段年間 大概兩三年期間 大家去當兵的朋友們都會看到 部隊的康樂士呢 都會放著Mega Driver這台主機 那當然大家所看那個手冊啊 工具的說明書 也是太郎所親自撰寫的 所以我說呢 SEGA在台灣這個地方 以一個日本的主機邁進台灣 還能夠在台灣的國軍市場上 能夠放進去的話 我從某個角度來看 也算是日本之光的 ASD太郎真的太神了好不好 想不到你看 阿兵哥現在也可以打電動 但其實現在 阿兵哥也是在玩360 PS3都是有的 不過以前那些手冊 都是ASD太郎寫的 我剛剛有吃字嗎 對 那些手冊 都是ASD太郎寫的 這個相信對他自己 傳奇的認識又添了一筆好不好 才真正的電玩達人啊 對啊 但是我們今天呢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經典遊戲 來看一下,OK 經電動之前就是 從電動玩具店 經過你就會看到 好像有老虎在叫狼在吼 獸王祭那一塊 獸王祭那才超經典好不好 獸王祭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忘記了 獸王祭就是 有人會變成 從正常人喔 然後他會吃一些魔法 慢慢變成野獸 變成一隻狼 就累積那個能量珠 然後累積那個就變身喔 然後變成畫面就 就變身了 那時候野獸你知道 是多MAN的一件事情嗎 真的喔 那時候已經很久了 現在有怪的 雙龍祭非常經典 另外一個雙結龍 講到雙結龍也是一款 就是格鬥的遊戲 雙結龍我搞不好知道 就這樣,沒事 你就只要講這樣而已 對 雙結龍很酷的地方 就是你要研究出來 它一招叫做霸王肩 霸王肩 超酷 好,在這邊打一打 然後你到這邊 然後後面發現敵人突然間 就可以這樣子打它 霸王肩一擊必殺 超厲害 滿好用的 那這兩款遊戲都是我覺得還滿經典 剛剛我們在這邊還有看到像 《SUPERSONIC》 對啊,音速小子 這樣子好了 兩位好不好 應該可以玩一下 可以啊 因為記得,我要記得那時候 這個 我們音速小子玩的時候 是上下分割畫面玩 對 這個遊戲是我之前被羞辱過的遊戲 就是整個下午 然後我朋友 他直接不讓我碰這個電動 因為我每次 他闖到很後面 讓我玩 一玩就死,就浪費他的命 對,就是拖累大俠 拖累大俠 而且每次就是被吃到的時候 那個金幣就要散出來了 那個畫面 我那時候反應是遲鈍的 就跟豬腦袋沒有什麼差別 很慘 我跟妳講太棒了 今天有個比豬還豬的豬腦袋 我搞不好 我搞不好會贏他哦 搞不好他拖累我 好,兩位來玩一下 音速小子 我們二代好了好不好 衝吧,各位 對 怎麼衝啊 二P在下面 我在哪裡啊 你在下面,我在上面 狐狸有見到嗎 他剛剛有尾巴飛行耶 所以我是狐狸喔 你中了耶 所以我是狐狸喔 狐狸是狐狸啊 你玩半天,你不知道是誰 你要死 你沒壓死 還會這樣子喔 狐狸 吃一個 保護罩啦 我到底... 彈高一點 這一關的整個感覺就像彈珠台 那種感覺 沒錯 是像吃了無敵星星一樣 跳來跳去 對,你那是完全是無敵的 其實我現在發覺 其實玩以前的時候 有些是有點Lake對不對 對,就讓你慢動作 但當時在玩的時候 覺得眼前又超快的 對... 小心右邊左邊 然後會一直互相提示 對 我覺得它好像 這手把快快的耶 沒有...你要按久一點它才會彈 你要慢慢滾的啊 你可以按著... 為什麼一直在裡面會啊 而且其實一如小的 是真的在衝起來的時候 真的那快感是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講 就一直衝 感覺像在賽車裡 對 而且你落後人家很多耶 沒有,因為我剛剛一直在原地 又為什麼不能一直... 去哪兒啊 再衝... 按著... 按著... 跳 不是...你再對下面去 好,按著... 按久一點,按久 對,它會拉彈簧嘛 放開,對 對 我現在跟你在同樣的地方了 你現在一起耶 為什麼 因為... 我也在這裡要卡一陣子了 你太卡住了 還卡一下 耶 到底要怎麼出去啊 我知道了 成功了 有需要我等你嗎 不是啊,我要怎麼出去啊 你要怎麼出去 你可以... 你可以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一個到這邊來 然後彈自己上去 站在上去 沒關係啦 大家反正試玩嘛 試玩... 差不多了 好啦,差不多了 不要再玩下去了兩位 我要出去啦 好啦 久久沒完 久久沒完 我真的發現現在的 電動進步實在太多 我跟你講 其實現在有些時候想一想 其實真的發覺以前的遊戲 有些時候玩起來 反而比較困難 你知道嗎 對 超難的啊 然後流暢度來講 短短的十年的時間 其實不短啦 十年的時間電動玩具 真的進步得超多 超廣 進步得很快 現在KNAIT根本就不用手這樣 不用搖桿了 這樣玩耶 對,從不一開始到KNAIT 當時播這台主機 後來兩年後 這個超任出來之後 聽說兩方就有這個競爭 你選了哪邊 一開始當然還是站在SEGA這邊 但是超任一出來 因為有太多的第三方的 就是做遊戲的軟體公司 然後他們發行 就是創作了很多很好玩的遊戲 後來我還是選擇了 超任那一種 其實超任真的很多人 還是選擇在那邊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好玩的 這個主機都會延續下去 都是跟遊戲有關的 沒錯 因為遊戲的細膩度 像SEGA它是屬於比較動作的 像要玩遊戲的比較專業一點 專精一點的 還是要看Nintendo的遊戲 是的,今天這個 當然非常謝謝Jason來 我們給我們回顧一下 我們這台MD對不對 我們SEGA這樣的主機 在這邊我們同時 要非常謝謝我們玩家阿遠 提供這些主機跟遊戲給我們 謝謝大家好不好 感謝各位網友的提供好不好 再次謝謝Jason 謝謝… 謝謝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安心啊,我問妳喔 妳知道現在外面的大型機台 遊樂場裡面最流行的是什麼機台 一定是音樂節奏遊戲啊 像是那種用鼓棒打的 或是用腳踩的 或者是用手指去按的 那種遊戲機呢 通常在玩的時候 旁邊都會有一群人在圍觀 沒錯啦,就是這種 節奏類型的遊戲啦 今天呢 我們電玩數學會要教大家 就是一開始就踩在這邊 這兩台有沒有 叫Reflect Beat 就是簡稱RB的這個機型 非常的新型喔 對,而且RB是在去年的12月 才在台灣最新上市的節奏遊戲喔 而且呢 今天呢,我們也邀請到 2011年RB大獎賽的 春季聯賽亞軍 來教大家怎麼玩 掌聲歡迎文台 你好 你好 女朋友好 你好 好腼腆喔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文台 太棒了 今天你要幫我們介紹這台 這個遊戲機叫做RB對不對 這個遊戲機 你大概接觸多久的時間了 就差不多 剛上市就開始打了 等於去年12月到現在7月 你看練習大概6、7個月 是去哪裡練習啊,我很好奇 就是遊樂場 當然要去遊樂場練習啦 你今天都在遊樂場玩 這個搬回家還得了好不好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今天 這個遊戲今天會比較特別 來,文台 這跟一般我們以前接觸過的這種 譬如說節奏遊戲 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哪裡 剛上手的話 是可以建議把它當成足球 足球 足球,為什麼 為什麼 這邊就當成球門這樣 對 因為它是不是 有時候這個節奏 這個球來的時候 就把它打回去就對了 所以 就是在這條線以外的地方 都不要碰不到 還有就是它會有兩個TOP在上面 對 就是除了這條線 和兩個TOP以外的地方 都不要碰到 都不要碰到 碰到會怎麼樣 碰到說實在壓得沒有反應 只是會亂的表 會亂的自己 因為 我剛剛前面在試玩 我發現說 它這個球來的時候 因為說我們會忍不住去按上面 但是不要 我們就只鎖定這邊 跟這兩個點對不對 對 這樣子好了,文太太 你今天竟然來了 拜託,亞軍耶 示範一下好不好 亞軍 OK 但是一個人可以玩這個遊戲嗎 就是一個人的話 可能就是要連到電腦 或者是跟日本的朋友 對戰 這個遊戲其實主要是兩個人 那種對戰的感覺對不對 對 這樣子好了,今天呢 其實我們有幫你請 另外一個你的朋友 跟我們一起對戰示範一下好不好 TOMMY,歡迎他 歡迎他 來... TOMMY,來 來... 跟大家打個招呼一下 大家好,我是TOMMY 是的 TOMMY跟文太太這樣 因為今天這首歌 其實我們這樣子 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遊戲機呢 平常是要連到日本去 或者說跟電腦裡面的人玩 但是呢 我們今天現場 沒有辦法連到日本 那沒關係,兩位就用這兩台 來連接對戰一下好不好 示範一下 好不好 找一首歌幫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等一下要選 大概是難度多少的這個曲子 對 其實可能就是選9吧 選等級 難度9在裡面算是 最高只有到10而已 最高到10 那就是選10啊 因為沒有插卡 沒有連網路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能選到9 所以這邊現在只能選到9 對,而且只有兩首9 對,了解... 看一下厲害的9好不好 我要站什麼位子 所以你們每天都混在各大遊樂場嗎 沒有,其實我們兩個都玩滿大的 不算多 你們兩個大概平常練習這個一定 要花多少時間練習 有時間就來 不過可能就一整天待在這裡 一整天都待在遊樂場 學費交了不少嗎 是不少的 好… 你看,這還是要練習 什麼歌 Living Dying Message Living Dying Message 這是什麼歌 就是Living Dying Message 你摸什麼 名字有點難念就是嗎 這是日文歌嗎 是,對 來,請開始… 厲害 你看,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簡單的是3啦,5啦 然後你們選最難是9 對 這個好新喔 你看你有玩過這個機器嗎 當然沒有啊 這好新,這個有沒有 我玩都是用暗面 手一開始才擺在這邊 就算按完這邊 也馬上回到這邊 馬上回到就彈 為什麼你可以打這邊的 對啊 因為慾祝到那邊的時候 就這樣 上面的也要打啊 對不對 對 什麼意思啊 它上面這兩顆 只有在難度 在中等以上才會出現 如果是玩基本的話沒有 是沒有的 可是如果對方打得好不好 會影響到你這邊嗎 不會 會影響到最後的經驗值 好 可是你怎麼知道球 球會落在哪裡啊 就是要看反應 然後基本上它的球 還是會在節奏上 它會有幾個點而已嗎 還是其實都有可能 就是亂彈的 是亂彈的 是它落下來的 是在節奏上 可是位置是 位置是不一樣 每一次玩都不一樣 位置的耶 真的耶 所以這個變化比較多 因為每次它來位置 其實不太一樣 對 那當時的比賽的時候 是兩個人一對嗎 還是自己一個人一對 一個人一組 一個人一組 就是以個人為單位就是 可是如果對方他都不太會 他都亂彈的話 會不會球就變得 彈不然變得不規則 如果對方有漏掉的話 那顆球你看起來 會變得比較快 是喔 所以這樣可以開到對方的意思嗎 可是這樣自己也要漏解 你指甲還滿長的耶 這看我特別剪短耶 所以剛剛這樣子呢 我們大概就得到1301分 Tommy就1196分 是這樣子嗎 然後現在要就是 如果有全接的話 另外加50分喔 全接跟另外加50分 你們剛剛拿到是3個A 對 是最厲害的嗎 還是還有 就是3個A是最高 就是90%以上就是3個A 像我這樣就是很可惜 差0.1% 就大概多按一顆就有3個A 你這麼厲害 你也才93.1而已喔 就93.1 你找一首不要那麼難的 我剛剛想試試看 不要 不要太難了 你不是很... 我所謂按... 發片歌手應該玩一個這個 音樂節奏遊戲應該可以吧 那不一樣 我節奏感很好 可是錄的地方我會混亂 那就我要看了 我要確定的位置才會... 你幫我們找一首啦好不好 那就是這首 Love and Joe 不要 好啦 我們可以啦 好啦 好 我們試試看... 難度咧 難度咧 Basic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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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Basic就好 Basic 你說手一開始要放在這一條的 下面這個位 就是差不多 這邊這邊對不對 就算碰到螢幕也沒關係 沒關係 然後我們... 不過就是你在按的同時 其他的手不能碰到螢幕 好 不然他... 他應該會拉過去對不對 這邊不行 對 不行 就只有... 不要吵我啦 這個有點像足球遊戲 就來把同學對了 對 對 如果我掉一顆的話 會扣三顆 就是沒有加分之外還扣 我沒按到啊 真的耶 我到底有沒有按到啊 好難喔 我到底有沒有按到 有... 怎麼分配左右手啊 就是看到哪一顆球來 怎麼反應就打下去的時候 我上手... 我上手...你看 我還沒啊 怎麼辦啊 還說是要點準 就是如果點到旁邊一點的話 可能會沒有判定到 到底有沒有按到 有... 偶米 你出個聲嘛 有 你有按到啊 是不是 如果沒有按到的話 球會掉到最下面 對 忍不住按上別的地方耶 這個有沒有可以害別人的方法呢 別人的方法 應該是不行 就故意露劍了 他就彈回去變得很厲害啊 我現在有沒有贏納豆 可是沒有答案 可是已經扣分了啊 被扣分了 對 這個沒有什麼比較要利... 你說你彈得很厲害的話 就會害到別人嗎 有一些小方法 什麼小方法 你想要那麼早就告訴我們 都玩到這邊了 365比283 是哪一個 好 你看我多理想 講話 就是他 剛剛你這邊是不是有看到 三格上面 那就是所謂的殺球 所以就是 都玩那麼久了 不告訴我殺球怎麼殺 什麼意思 有殺球喔 有 就是這個 你這邊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都沒有殺球 因為你沒有教我們 我們當然不會啊 所以就是它這個是殺球總數 殺球總數喔 就是它可以計算你殺了幾顆數 那我問你一下啦文太 就是說像這樣子的 RV這個機器啊 如果我們平常對這個 日本的音樂比較有認識 了解的話 會不會這玩起來 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會有差別 就是說你... 因為你聽過音樂 對 你可能比較知道怎麼下牌子 對 但是聽說啦 裡面真正難的這種 比如說等級詞的歌曲 通常都不是外面一般的歌曲 是 多半都不是 那是哪來的 就是KONAMI他們自己聘請藝術 做音樂給他們 所以其實真正難的 反而是他們自創的音樂對不對 是 剛剛我跟安心要挑戰這一首 然後你們換成這個 最難...最高難度八分 還有它有所謂的判定 就是JUST的 Great 你那個殺球出去要 最準的判定才有辦法殺 了解 對 這樣好像彈光景 就是這一格 對... 有三個氣條嗎 對...一格可以殺一個 那三個集滿 有沒有更厲害的殺球是什麼 沒有...沒有差點 這個遊戲等於好玩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它等於是每次都... 每次都彈得全部過來的位置 都不一樣 對 它每一...同一首歌 每次都不一樣嗎 每次都不一樣 因為它是球隊會這樣彈的嘛 所以每次彈來是不一樣的 它沒有固定的喔 沒有固定的 沒有固定 因為你會跟那... 也跟自己打 還有對方打的這個 你會影響得到 就是靠實力的 這個算...這樣真的滿好玩 因為之前的不是都是有固定的位置 有些時候會背起來嘛一些 對 可是這個不能背 這個等於說你就是 這個是要聽音樂 還有你的反應 對 要到殺球的時候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藍色這個看滿的時候 就去殺對不對 對 開康殺了一球囉 開康殺 你繼續 藍色滿的時候你就殺 你就直接殺 你有接到嗎 有 它滑出去的時候就是在殺球 對 像我現在已經快要擠滿三條了 看這邊有三條 對 只有三顆殺球 我就可以一次殺三顆 一次殺三顆也可以 對 可以 有沒有 它那個滑出去的話 就會殺球 就是它會有點像毀利標的感覺 手指頭滑出去的話就殺球 不是 剛剛它那邊就要接了 對 殺出去的球前面會像這樣子 一個這樣子 箭頭啊 對… 箭頭燈光 發覺在我們激勵之下 你們這次都有成長 13 每一首歌的最高分數都不一定 那每次玩的最高分數有一定嗎 也不一定 就是打到100%的分數會一樣 主要是看幾%對不對 對 打到100%的分數會一樣 是喔 然後現在這樣 滿就是100 然後就是全部Just 就是其他三個判定都沒有 就是100% 了解 而且你看他們 看你們兩個其實都沒有什麼錯誤 就是都有全接 就是沒有錯誤 只是可能有打到幾個Just 是最厲害的對不對 對 了解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的示範 但是我們今天呢 其實呢 安心啊 我們有贈品要送給我們 全部的觀眾朋友啦 是的 我們的贈品是DJ YOSHITAKA 親筆簽名的X4巾還有 在這邊 在這邊參賽者給大家看一下 X4巾 你看長這樣 有沒有很好看 親筆簽名的 DJ YOSHITAKA OK 然後另外一個是RB的T恤 RB T恤在這邊 你看這個很好看 然後呢 背面有個可愛的圖案 大家好 真的很可愛 這兩個禮物呢 就送給大家啦 但我們出個題目給大家 請問 我們這個 這台這個遊戲機叫RB吧 那它的這個全名究竟是什麼 不能寫RB喔 那寫RB它的全名是什麼 在我們在第二塊的粉絲團 Facebook上面呢 大家上去回答一下 就有機會拿到我們這個禮物啦 好不好 再一次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帶給我們這個RB的樂趣啦 感謝兩位 謝謝 下段電玩快打 不容錯過的哈燒新Game 一定要看囉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那到你有聽過Potermall這個 神秘網站嗎 妳講的是觀光網站給我聽 官方網站 好 沒關係 怎麼樣 我跟你講 不是Potermall Potermall Potermall 我知道 不是Potermall Potermall 聽名字就知道了好不好 跟哈利波特一定有點關係 對 它就是哈利波特的互動網頁 也就是說玩家可以在上面 體驗魔法的世界 它是利用場景互動的方式 然後來回顧書中的一些故事章節 玩家就可以在上面就是施展咒語 或調配魔藥或參與格鬥等等之類的 當然像包含這個挑選魔藏 或是分配學院 甚至參與學院一些競賽 裡面也都是有的 大家都可以盡量 玩一些小遊戲 幫自己的學院加分 相信全球的哈利波特的粉絲 都應該已經等不及的感覺吧 沒關係 在十月份就會正式開放 但是在7月31號 就是哈利波特的生日 所以在這一天會開放註冊 所以全球前一百萬名幸運兒 就有機會提前參與喔 是的 馬上要看一下本週的 哈掃食給媽媽 號稱最擬真最熱血 全台首款空戰線上遊戲 HIS空戰英雄昂賴 將帶咱們籌回二次大戰 體驗最真實的空戰實況啦 遊戲內容不但有超過100關 考驅詳實的歷史任務 像是著名的倫敦轟炸 來英軍事演習行動 與曼菲茲美女號 一同初級的黑色星期四等等 加上300架以上的夢幻機體 可讓咱們自由打造專屬戰機 不管是美國的P-51野馬式 英國的噴火式 還是日本的零式戰鬥機 想怎麼改就怎麼改啦 還有大規模的25人 對25人的佔領戰 戰場更橫跨歐洲北非 太平洋等戰區 如何逐步攻略對方的據點 將是大家團隊默契的大考驗喔 喜歡同模國的朋友 可以選擇美英 蘇聯等三國 而喜歡軸心國的人 可以選擇德意日 不過不管選擇哪個國家 只要抓住要領 團隊奪取制空權 那在戰場上就無往不利了啊 為了替SEGA吉祥物 英素小子索尼克 歡慶20歲生日 系列最新作 英素小的世代 純白時空隆重推出啦 裡頭不但保留了 系列作的經典遊戲元素 透過經典索尼克 與現代索尼克 相遇的故事劇情 更大大展現出 2D與3D視角的不同玩法呢 在遊戲裡 咱們可以體驗到 變成球形的劇器加速 很熟悉吧 一路上會影響過關分數 必須努力收集的光圈 也沒有少 不過要小心 別跑太快撞到敵人啦 不然辛辛苦苦收集的光圈 可是會一下子噴個精光喔 還有許多新增的機關系統 像是彈簧機關 控制得好 可以加快過關的速度 如果碰上擋屋的石頭 系統也會出現貼心的提示按鈕喔 當然最讓人感到過癮的 還是高速奔跑時的暢快感受啦 想再次體驗速度帶來的快感嗎 可別錯過最新的英素小子喔 戰錘40K在經歷了PC上 即時戰略遊戲的洗禮之後 現在在次世代平台上 推出的新玩法 要讓大家嘗鮮啦 以太空陸戰隊為主角的射擊遊戲 戰錘40K特攻小隊 遊戲中咱們要扮演的就是 這些被稱為超人類的太空戰陸隊隊員 不但能穿戴比一般部隊強的動力裝甲 還能使用各種新式武器 進行攻擊與防禦 哇 咱們最常碰上的敵人 就是每次都拉一大票的獸人族啦 不管走到哪裡都是一頭拉庫耶 雖然是很好打發啦 但是同樣的敵人打久了 實在是有點膩耶 哈哈 大家別擔心 遊戲絕對不是這麼簡單就結束囉 在關卡設計上 還隱藏了不少邪惡勢力的敵人 以及別出心裁的機關 前面都在輕鬆打 可不代表後面遇到BOSS的時候 也可以輕鬆打喔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比較保險啦 一邊組隊戰鬥 一邊輕鬆暢遊日本戰國時代的 最新戰國BOSSALA來了 戰國BOSSALA年代群雄 承襲的前座2對2組隊對戰的玩法 而且這次登場的武將 也已經增加到32位囉 看來對戰的戰鬥組合 會有更多的變化耶 另外還在戰鬥系統中加入了 空中戰的戰鬥方式 不論是大魔王知田信長 對上獨眼龍伊達正宗的戲碼 還是天霸絕槍的天下第一兵 真田信村對上東照權限的 德川家康 風城秀吉對上 昌烈順利的竹中半兵衛 場場覺得都是超緊張刺激的啦 前面的作品沒玩到沒關係 這次推出的內容肯定更精彩 想再次改寫日本戰國歷史嗎 只要拿起PSP 實在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啦 超人氣的動畫 閃電十一人 最近推出了王牌前鋒 系列做的第一款家用主機遊戲 閃電十一人王牌前鋒 狹帶著之前在NDS上的製作經驗 果然在Wii主機上一登場 就氣勢十足 超過150位的人氣角色 通通華麗亮相之外 這一幕幕在經典不過的個人必殺技 不僅完整還大手筆的全面重製成3D畫面 看起來真的是超有魄力的 最炫的還不止如此 遊戲中選手們還能夠在比賽場中 施展出兩人甚至是三人的友情合體技 看看這三人合力踢出的超級射門 PK守門員的超級防守必殺技 真是太刺激啦 另外除了傳統的故事劇情模式 裡頭也增加了許多趣味的小遊戲喔 讓大家可以輕鬆一下 而遊戲這回扳上電視螢幕 強調的當然就是合家同樂啦 所以最多支援四個人同時參賽 大家可以選擇要是協力作戰 還是二對二一較高下 反正怎麼玩都好玩啦 誰說超萌的遊戲世界 只有可愛沒有霸氣咧 最新推出的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晴空物與安賴 不但人物造型萌又可愛 咱們還可以透過遊戲的變身系統 化身成霸氣十足的帥氣神獸喔 遊戲中咱們能扮演六種不同職業的角色 像是力大無窮擅長大槌與長柄武器的力士 總是扮演近戰輸出的神秘殺手刺客 精通射擊技巧 老讓敵人追著跑的射手等等 而每當人物角色施展技能 累積一定的SP值之後 就能變身成為上古仙獸 瞬間提升咱們的攻擊威力 只要變身實際抓得好 面對再度的敵人也不怕喔 遊戲也設計了非常多豐富鬥趣的情緒表情 好比可愛的跳舞動作 多開心的生技表情 還是高興大聲歡呼等等 甚至還可以跟好友們一起二搞 一起向前衝喔 不管是被現實所必的上班族 還是受到眾多規範的學生們 相信大家都厭倦過這種被別人支配指使的生活吧 趕快來玩這款萬物之城 讓你自由支配自己的一切 暫時拋開現實的煩惱好好的玩一下吧 遊戲中咱們扮演的部落神靈 其實就是造物主的角色 目標是設計出適合部落生存謀生的環境 不過多變的大自然力量可不會讓我們這麼輕鬆 算是遊戲裡需要克服的首要敵人 遊戲設計了非常多的戰役任務 有時需要在一片汪洋大海中 創造出一個適合人居住的島嶼 還得因應環境的變化 改變地形配置與水流的變化 甚至在短時間內造就一個各項資源 都很豐沛的熱帶叢林 真的非常有挑戰性耶 對了提醒大家一下 單人戰役的遊戲時間 大概是10到15個小時左右 想玩出點名堂的話 大家還是耐著點性子慢慢摸索吧 由PC一直到PSP平白的戀愛冒險遊戲 翻轉旋風攜帶版 不但重新製作了新的遊戲主題曲 還大幅修正了遊戲時的攻略路線 讓咱們能體驗到更多遍的故事劇情 還有還有大家最愛收藏的精美CG圖 更是追加了不少喔 遊戲舞台以五藏西野部的五月學園為背景 讓咱們重新體驗有歡笑有淚水的學園生活 而除了大家喜愛的女主角 林瀨奈都西之外 還有非常受到大家歡迎的角色會登場喔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PSP版裡 還會多出一個全新的女主角 齊羅琳 至於該如何才能攻略她 喜歡這款遊戲的朋友 趕緊一起研究研究吧 綜合了《FINAL FANTASY》 《冒險奇譚》和《銀河之星》等 三大系列的音樂、劇本與演出 終於推身出這一款跨3DS 與PSP平台的解放之刃RANCE 遊戲中 咱們能一次安排4名角色上場應戰 加上每位角色都能帶上4隻怪物協助戰鬥 不同的組合將引發出各式各樣的聯繫攻擊 不管是被奪去力量依舊堪稱最強的龍皇 還是患有男性恐怖症的貝克托爾 每個角色華麗多變的特殊技能 肯定能讓大家大開眼界啦 而咱們也將在生命包羅萬象的泰坦迷宮裡 遭遇各種難纏的敵人 挑戰關卡專屬的巨大BOSS 與一群敵人戰鬥時 對方會隨機觸發群戰攻擊 所以要想打得比較輕鬆點的話 最好又先解決比較棘手的角色 只要受到的傷害減少了 咱們也就能更專注地進行攻擊 加快過關的速度喔 這是BOKURO BOKURO 1 2 3 GO 有趣的音樂節奏遊戲 全民節奏天國這回又要來啦 挑戰各位的手指靈活度囉 夾起螺絲 接著再轉景 這一板一眼的生產線作業流程 仔細聽聽 是不是也有屬於它獨有的節奏啊 另外像是跆拳道的擊破動作 斬殺鬼怪的揮擊動作 其實也是很有規律的節奏喔 其他還有像是篩選糖果 以及吃豆子等一共收錄了 超過50中以上的節奏遊戲 而且大多是非常簡單容易上手的類型 不過前提是大家的耳朵可得要張大點啦 畢竟這按壓的timing 可都是依照音樂的tempo來判定 胡亂下按的可是一點用也沒有喔 另外在某些關卡中 還可以同時進行兩人對戰 比比看誰的節奏比較好 是一款適合全家同樂的小品遊戲 瞧瞧這羽毛球人人會打 但是在空中進行一場節奏的球賽 可就沒試過了吧 想要證明自己的節奏感嗎 全民節奏天國保證會讓你愉快的 搖頭又晃腦喔 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歡 魔法風雲會的紙牌遊戲 而本週要介紹的Arcade遊戲 Magic 2012 真是它的移植版喔 遊戲中 咱們可以事先準備不同牌組 對應不同的敵人進行攻擊 不過不論是在進行防禦 或者攻擊時都絕對不能忘了 最基本也最重要的D牌 它能夠累積主角的法力值 要是少了D牌 可是什麼牌也打不出去的喔 要召喚其他的牌到場上 咱們必須先有足夠的法力值 所以大家可得冷靜仔細的思考 自己的出牌順序 除了繼承前作 Magic The Gathering的遊戲特色 在多人對戰系統部分 還新增了合作對抗AI的新玩法 原本就有10組不同的牌組 而每組牌還有60張基本牌 和16張解鎖牌 現在再加上雙人合作的方式 這下次大家可得重新思考 合作挑戰的配牌方式囉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今天的本週主打星要介紹的是 橫跨PC還有PS3 360的 超級快打旋風4A版喔 而且它是以2010年4月份推出的 超級快打旋風4A基礎的 所以它完整收錄了大型電玩版的 新要素喔 沒有錯 這一次一共有39名的角色登場 等於說增加了4名的新角色 除了這個個性完全相反的 陰陽雙胞胎兄弟檔之外呢 還有非常厲害的就是我們這個 狂鬼還有殺意波動覺醒龍喔 這些角色都不需要解鎖 直接就可以選喔 其實狂鬼就是長期受到 殺意波動的影響的豪鬼 那豪鬼它這次是以 非人類的狀態下現身 它是以戰鬥的意志存在著 那它原本的必殺技是 灼熱波動拳 這次也進化成變成是 帶雷電的轟雷波動拳 聽這個轟雷波動拳 有沒有覺得這個名字 就非常的殺 很厲害 而且整個被打到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人的骨頭 像X光的感覺啦 另外墮入了這個 受到這個殺意波動的影響 整個龍墮入了魔道 整個樣子 其實變得就有點像豪鬼 那這個重型的龍跟狂鬼呢 他們這些都有新的這個連續機 叫做順域殺 就是在空中或地上 都會連續發動很多次的攻擊 是的 而且重播頻道 這次也有了新的進化 也就是說玩家可以追蹤 特定玩家所發布的重播檔案 而且也可以一排行榜上排名的 精英頻道去參考一些高手的玩法 是的 說到這邊呢 其實欣雅妳記不記得 就是說 以前妳曾經玩快樂圈風的 不記得 妳記得贏過我 妳忘了嗎 我記得 對 太好了 今天呢 我本來已經發誓說我代表 可以玩這個遊戲了 今天為了這邊介紹到 我們都代表一次 真的嗎 那輸的咧 輸的呢 就是一輩子承認說 我就是輸妳 然後以後看到對方都要叫老大 好大喔 好賭好大喔 萬一妳贏了 然後我看到妳都叫 來 欣雅老大 這樣好不好 OK啊 可不可以就一個月就好了 而且已經要出去附輸在跟別人說 妳快打旋風贏我 好 就等到我們下一次快打旋風的PK 對 這一次就是我們新的里程碑 好 而且以後如果要先 要跟別人 可以不要訂這麼多嗎 很累怎麼樣 如果以後要跟別人玩快打旋風 要先問過對方 如果說你在外面要先打電話 我說 欣雅請問我現在可以跟Jason哥 玩快打旋風嗎 不是 愛欣雅 是比如說 欣雅老大 我可以跟誰玩嗎這樣 對 對 要說我OK你才可以玩 好喔 來 來 偷到 我這個超強的 我特別苦練過了 來囉 我就選這件新角色好不好 那你選的就是 小心 你要老大吧你 我跟你講我剛剛只是在 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真的 等一下 太賤了吧 怎麼弄的你 這次我們兩個都是新角色 為什麼 你是 沒有 你那個也是新角色 這個是厲害的啊 哪有 你是龍耶 等一下啦 拜拜 你那隻比較強耶 算了...沒有 換一下... 哪有這樣換的 不是 你那隻比較強啊 好啊 換啊 好啊 換啊 換如果你再輸就沒話講了 好 等一下... 你這... 等一下你這怎麼那麼難按啊 是不是 等一下 你不要吵好不好 你不要一直用同樣再擠招啊你 手好痠喔 等一下... 你先不要吵好不好 等一下... 你先不要吵 等一下 為什麼看不出來 阿屎啊 不好意思喔 安心啊 過來... 不好意思喔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請問一下我是你的誰 納豆老大 認真一點叫 誠誠一點叫 納豆老大 你要去外面 說到超級快打旋風 是誰贏了 安心啊贏了 不是 納豆老大贏了 知道我厲害了嗎 不知道 知道 以後你要玩這個遊戲 都要給誰 納豆老大 太棒了 馬上看看本週初打新 超級快打旋風 是AE版本 為什麼 還記得大動過翔的時候 大型遊戲機台 不但現在 則是設立在遊樂場中 因此一到了下課的時候 學校附近的Gamma Town 或是路邊的角落 都會看到成群絕對的學生們 圍繞在遊戲機台旁邊 排隊等著打電動 至於當時最流行的遊戲 除了雷電 魔術方塊 這類經典到不行的作品之外 就讓大火熱血沸騰的 莫過於快打旋風 這格鬥遊戲啦 說到的快打旋風系列 目前已經推出到第四代 不過呢 可別以為它 只有四款作品喔 光是以系列作之中 作業知名 影響後來市場最深的 快打旋風二代 前前後後 就推出了多達五款的 更新版作品 最後遊戲系統的 嘴夾新角色 也更新了重點之一 另外在快打旋風三代中 也流行推出了三個不同的版本 通常受到玩家們的連迴響 至於在2009年 所推出的快打旋風第四代 也在去年度 推出了加強版的 超級快打旋風四 一口氣 追加了多達十個新角色 連續了這一波 快打旋風的熱潮 俗話說得好 五三不成立 最近推出不久的 超級快打旋風四 ARCED Edition 也簡稱A1版 內容呢 一直是營運中的大型機台版 讓原本陣容 就超級龐大的角色卡斯 一口氣 擴展到39位 光是要把所有的人物 都全播一遍 恐怕 就會花掉不少時間 如果呢 要仔細鑽研每一個角色的 格鬥技巧 更是一項大工程 不過 到底這一款強化版 更新了哪些 非玩不可的要素 下面就要納豆火 和大家仔細說明白咯 跟去年的四代比起來 這次的超級快打旋風四 A1 角色形成的數量 就沒有那麼多啦 不過 好像這四個形成角色 都各有特色 像是曾經在快打旋風三代 登場過的 陰陽雙胞胎兄弟 李雲 李楊 就是精通中國武術的 速度型格鬥家 至於另一位形成角色 傻翼龍 根本啊 就是重量級人物 龍的邪惡分身 一整個就是妖氣沖天 除了外型上 跟大家的印象中 一身耗人真情的龍 完全不同之外 他啊 簡直就是豪鬼附身嘛 欸 竟然說到了豪鬼 在A1版中 另一個新生角色 狂鬼 就趕快提一提啦 沒錯 狂鬼啊 就是豪鬼的 升級強襪板 在外觀上呢 變得更強壯 更powerful 無論是體型 或出招的方式 都讓人不得不聯想到 龍和肯的師父 鋼拳 不過唯一沒變的是 攻擊的招式 依然是 圍繞不行喔 陰陽兄弟中的兄長 李雲 是人稱白龍的 八級拳高手 雖然啊 用穿著打扮來看 完全看不出來 也是個精通中國功夫的年輕人 不過啊 實際上 李雲的行動 可是敏捷得很累 利用這招攻步衝擊 可以對敵人 進行快速打擊 讓對方毫無喘息的空間 除此之外 這招搭肩翻身的特技動作 也可以在近身對戰的時候 快速轉換自己的位置 除了擾亂的敵人 也可以趁機找出 對手防禦的空檔 來進行突擊 除了強調速度的招式 李雲也擁有破壞力強大的 攻擊招數 實際上這招鐵山靠 就是利用瞬間的衝擊 來擊飛敵人的強力攻擊技 而這招飛龍踢 更可能說是李雲 面對敵人空中攻擊時 最佳的反擊技啦 陰陽兄弟中的弟弟 李楊和各個齊鳴 是人稱青龍的螳螂拳高手 和李雲一樣 是個強調動作並肩的角色 而且更擅長施展高速出招的 攻擊連續技 像是能夠串連三次攻擊的螳螂斬 除了可以向前方高速衝刺 還能配合這招衝刺突進 直接穿越敵人 繞到後方 來擾亂對手的防禦 光是搭配這兩張交互使用 就注意讓對手手忙腳亂的啦 在必殺技方面 與一般角色放完後 就看表演的方式不同 陰陽兄弟採用類似 快打旋復ZERO的原創連續技系統 在釋放必殺技之後 下方的氣量條 會在一定的時間內 逐步減少 超過的時間之內 角色的攻擊速度 與威力都會有所提升 只要載們按鈕出套的速度夠快 就會製造出一點串的連續攻擊 而對手艾艾狗 與一般知識化的必殺技相比 這樣的系統更具有彈性 不過對於玩家來說 需要更花一點時間 了解角色的招式特性囉 以及招式接續的方式 才能打出流暢性高 又具有破壞力的連續必殺技吧 這次A1版新生角色大咖之一 就是受到鯊翼波動所控制的鯊翼龍 簡單來說 鯊翼龍的攻擊型態 和豪鬼是大通效益 只不過在防禦能力上面 豪鬼倒比鯊翼龍略勝一籌 在招式的變化上 鯊翼龍的一般波動拳 就帶有火焰的效果 至於灼熱波動拳 雖然出招速度慢一點 但威力也比這豪鬼版本 一樣可怕 當然鯊翼龍的生龍拳 與龍捲風角 在殺害力方面也有大提升 除此之外 能夠快速移動的阿修羅閃空 也稍微彌補了 鯊翼龍在行動速度的減換 至於超必殺技方面 做強化版本的面殺波龍拳 豪鬼專屬的順翼殺 鯊翼龍與原汁原味的施展出來 造成敵人的重大傷害 堪稱是目前所有 擴大旋風4角色中 攻擊力最為強大的狂鬼 也是這次AE版本 最吸引人的追加角色之一 除了外觀上變得更為霸氣 更加的邪惡之外 攻擊招式的變化 也有相當大的不同 上來帶有強大電流的 轟雷波動拳 就是具備定身敵人效果的 原汁雷通奇跡 除此之外 像這招刺青地雷拳 也是過去好鬼沒用的招式 可以由空中往地面震擊 讓重招敵人倒地 暫時失去反擊的餘地 另外這招羅漢斷塔刃 則是具備快速移動 與擊退效果的強力招式 不過比較遺憾的是 原本好鬼的空中波動拳 在空鬼身上被取消了 但是取而代之的 斬空波動斬 變成了空中一味的招式 還好令人聞風喪膽的順遇殺 依舊可以使用 而且還設計成在空中也能施展 不過呢 想要抓準在空中 釋放順遇殺的時機 倒不那麼容易就是囉 如果只是追加四個角色 那麼快打雪風4A1版 肯定是會被大家罵翻的啦 因此在這個新版本中 在多聞連線功能方面也更新囉 像是過去就在連線大廳 才能看到的玩家戰績紀錄 現在對戰畫面中 也能完整呈現在 雙方的血量條下 讓我們的對戰時 可以先了解一下 兩個人之間的實力差距 預先做好心理準備 才不會出現不予輕敵 而輸掉對決 或是平衡勞密 卻獲來對手玩弄的情況囉 除了對戰資訊的透明化 喜歡做一件格鬥技巧的 玩家最常使用的 應該就是 重播頻道的功能 除了原本分門別類的 重播頻道選項 強化版的私人頻道 可以透過追蹤功能 鎖定特地高手玩家 隨時查閱他們最新的 重播影片 另外啊 新增加的我的頻道進階版 讓我們可以發售自己 重播影片 給其他玩家觀看 交流起來更輕鬆囉 當然在觀看重播影片時 我們也可以直接將影片 加入喜愛的影片清單 方便隨時研究 如果影片播放時 雙方對戰出招太快 看不清楚怎麼辦 這個慢速度播放功能 就派上用場啦 不但啊 能更輕鬆的觀看 角色出招的每個動作 甚至啊 還可以在重播影片播放時 開啟進階數據 將雙方對戰時 知道的攻擊傷害 甚至出招輸入的指令 都顯示在畫面上 讓他們一目了然 怎麼樣 想偷學其他高雄的連續技嗎 以後想怎麼學 就怎麼學囉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次超級快樂旋風4A1 和智人的超級快樂旋風4 是可以相互連線對戰的 因此啊 在線上 就不用擔心找不到對手 而且 通過強化的重播系統 保證可以讓大家 練得更加威猛 加以十日就能啊 在線上獨發一幫 而不是老是被其他高手玩家 當成人肉沙包來練拳囉 欸 你問我說的是誰啊 當然不是我啊 是安心亞啦 好啊 歡迎回到 電玩快打 欸 納豆 不是有很多人說 你長得像快打 旋風的製作人嗎 小野藝的 是啊 怎麼了 你知道上次小野來台灣 很多網友在上面留言說什麼 納豆你趕快撕下來你的面具 你根本就是納豆 我覺得超好笑的啊 我跟你講 他跟我長得真的滿像的 你看 導播 你可以拍機一點沒有關係 真的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做這個表情呢 因為小野伊德先生呢 其實他特別喔 拍了一張模仿我的照片 然後傳給我們製作單位 真的假的 他超可愛的 那他是用什麼... 他就是這樣 那時候他就沒有代表這樣 好可愛喔 不需要一個八字眉的感覺寄給我 看到了沒有 可是我跟妳講 你更像一個電玩人物 超像 電玩人物 超像的 你看他應該帥了吧 很可愛喔 Angry Bird的豬頭 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要像豬頭 說你像他很好耶 他擁有上意的擁護者 拜託 說你像他便宜你 我跟妳講 好啦 今天討論這個重點呢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的單元 是的 我們今天的電玩主題館呢 推出全新的主題 叫做電玩明星點大搜查 我們會整理很多藝人呢 看到底像哪些電玩人物喔 好啦 其實我們在這邊 有整理了一些 首先第一個來這邊 是的 是 就是我們的秋三郡 那秋三郡 大家應該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就是我們人中秋龍四 傳說繼承者裡面的秋三郡 他究竟像誰呢 給大家提示一下好不好 提示就是像日本的 熟男 然後他 帥哥喔 對 帥哥 然後他的眼鍋鬼片 好啦 讓大家想個五秒鐘 我們就要公布囉 這個是個日本人 來 5 4 3 2 1 征典廣之 試看一下你耶 沒有錯 就征典廣之 而且仔細看喔 超像的啊 秋三郡他的眼神 好 看一下 跟征典廣之是不是 根本就一模一樣 根本就是用他的手 弄的電玩人物吧 很殺的感覺 尤其而且你看他的臉型 鬍子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 這個相似度 應該有到90%以上 99% 而且這次其實呢 台灣有猛的藝人 長得很像秋三郡喔 誰 究竟是誰呢 等一下VCR就會告訴你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 我們別的角色 好 下一位 這一位 山內順次 山內順次 傳說繼承者裡面一個 小BOSS啦 好不好 山內順次呢 那是誰像他 就是港星啊 大家一看就知道 就想到古惑仔 電影裡面的人物啊 沒有錯 就是因為港星 他是誰呢 小心思 好 沒有錯啦 在這邊 就是我們這個 大傻哥 對 其實真的滿像的 超級像 而且他們兩個都一樣 這真的滿像的耶 對啊 都是演反派有沒有 但是很可惜的是 大傻哥在兩年前 離來過世了喔 是的 我們就跟大家 這個默挨一下好不好 對 這個真的滿像的好不好 好像喔 不過呢其實除了這個日本 還有這個香港的藝人之外 其實還有美國這邊也有像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誰 BIG BOSS BIG BOSS MENTAL GEAR SOLY裡面的 BIG BOSS 這個非常好用的角色啦 不過大家玩家 要努力把它打出來之後 就覺得真的很好用喔 但是呢 他究竟像誰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整理出來的 在這裡 有誰像 修傑克曼 有啦 有像 修傑克曼 而且他是 他還是那個 全球最性感的男生 你幹嘛這樣子講客氣 你也是對不對 我們挑選出來 全球最性感的女生喔 對啊 所以我跟他 真的還滿配的 就是 你哪個可以安排我們兩個見面 總而言之呢 對 FHM第一名 對 那他是全球 他是全球最性感的男生 我全球最性感 不是 女生對不對 幹嘛自己裝害羞啊 很強的啦 好不好 好啦 不錯啦 但是呢 接下來還有別的角色喔 好 這一位 大家看一下 祕境看險的德瑞克 你們知道他像誰嗎 我們直接公布好了好不好 好 來這邊 有像 有沒有 這個電影三百壯士 是斯巴達的逆襟變成巴特勒 真的耶 真的滿像那鬍子的感覺 臉型啊 臉型很像啊 真的耶 我覺得他只是眼睛比較小一點點 他稍微眼睛還比較大一點 因為太陽大 因為太陽大 你看看我們還會遮陽 對 好不好 其實等一下我們這個 今天的這個電玩主題館呢 這個我們還有一些整理啦 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馬上看一下本週的電玩主題館 電玩明星臉大搜查 哇 最近真的好熱好熱啊 大家是不是都窩在家裡 催冷氣打電動呢 不過很奇怪耶 為什麼這些遊戲主角 越看越親切 越看越眼熟 大家在玩遊戲的時候 是不是跟欣雅一樣 總是覺得 怎麼眼前這位電玩人物 好像似曾相識耶 如果你跟我有一樣的疑問 當然不能輕易的放過 今天的電玩明星臉大搜查 就要告訴大家 原來我們台灣的藝人 竟然也可以跟遊戲角色 來個任性大會 絕對讓你嘆為觀止啦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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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有著濃濃武打風格的遊戲 喧嘩翻掌舞 男子漢的法則 其中一位小洛洛 沒有錯 就是這位泛種真書先生啦 玩過番外篇的人 一定知道 這位喜歡與人輸贏的高中生 輕鬆KO他並不是問題 本身不強 也不是主要的角色 但既然這次 談到的是明星臉 實力與份量 就絕對不是必要的啦 至於到底是誰長得像他呢 沒錯 就是本土知名偶像團體 菲兒樂團裡的 團長兼Keyboard手 陳建林老師 先來看髮型 一樣留著旁分 也時常戴著墨鏡 臉型也些許相似 個性同樣的瀟灑 但比起不良少年 泛種同學而言 建林老師 不會隨意跟別人打架的 但在音樂上面 倒是很喜歡跟人家輸贏 畢竟有競爭才會進步嘛 好啦 說到泛種同學 與建林老師這對師生 相似程度呢 應該有百分之六十 至少這個角度看來 真的滿像的吧 再來要帶大家回到三國時代 最近剛出一陣子的 真三國無雙六 其中有兩名角色 與台灣的三位藝人 都有那麼一滴滴的相似喔 到底是誰呢 別急 馬上為大家解惑啦 首先這位劉產先生 是真三六中新登場的角色 他就是劉備的長子 素有扶不起的阿斗之稱 其實用過他來玩遊戲的玩家 應該會覺得劉產 並沒有傳聞中的弱 只是個性使然 常常深思熟慮久了點 但你看他大劍這樣揮啊揮 隨便幾招劍法 就把敵人打得滿地找壓 還真的是頗強的耶 所以要跟他有明星年的藝人 一定要有相當的地位才行啊 答案揭曉就是 依正大哥啦 話說依正大哥闖蕩電視圈 也快二十年了 那帥氣的臉龐跟流產 還真的有幾分神似耶 尤其是那個表情 還有那對溫柔的雙眼 簡直是如出一策啊 如果未來有三國古裝戲 要找人演流產 依正大哥肯定是不二人選啦 兩個人的相似程度高達70% 你看是不是越看越像呢 再來要談到的 同樣是真三國系列中的強將 孫策大哥啦 從第二代登場後 就受到不少死中玩家的愛用 其中手上拿的武器 玄棍 攻擊範圍之大 搭配著無雙大絕 可以說是殺無射 瞧那帥氣的模樣 要與他相像的帥氣程度 一定也不能太低的說 在這邊要舉出 與他有幾分相似的藝人 首先這位就是偶像巨星秀王船一 仔細看來側臉的部分 還有那挺拔的鼻子 還真的挺有感覺的耶 說他與孫策相似程度 就算沒有80也有75%吧 如果是三國系列的偶像巨要開拍 絕對能夠列入熱門人選啦 接下來大家看到這位邱山俊先生 不用多介紹 他就是人中之龍寺傳說的 繼承者的男主角之一啦 這位大叔已經30幾歲了 但是風流倜債看成熟男界的型男 還真的是一點也不為過啊 瞧他這個由頭梳得高高的 英俊的臉龐完整呈現 深色的眼神 連我看了都有一種被電到的感覺呢 還有那性感的落腮糊 霸氣的嘴巴 再加上櫻婷的鼻子 天啊 真的是幼稚熟男來的耶 然後 怎麼好像在哪邊看過啊 有啦 就是這位高潔大哥嘛 你看一樣把頭髮梳得高高的 同樣擁有那炯炯有神的眼睛 鼻子也夠櫻挺 霸氣的嘴巴也沒有少喔 一整個散發出跟邱山大叔一樣的氣質 話說高潔大哥也成功詮釋過黑道大哥耶 難道說這種面相就是跟江湖比較有緣分嗎 邱山大叔與高潔大哥的相似指數高達80% 你看是不是很像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啊 如果未來人中之龍要開拍真人版電影 高潔大哥就可以考慮去日本發展看看囉 最後要提到的這位 是在第三次生日中的一名角色 雖然不是什麼大咖 但是因為明星臉還是不得不把它拿出來比一下耶 因為相似的程度絕對會讓你大吃一驚 這位傑洛尼亞斯先生在遊戲中 是CTI跨石顯形搜索小組的主任 同時也是女主角艾亞布雷亞的訓練教官 因為曾經執行過軍方的任務 是個專業的軍戰專家 至於到底是哪位台灣藝人長得那麼像他呢 相信一定會有人猜到答案揭曉囉 就是我們的麻吉大哥黃立成啦 不管是左邊看右邊看前面看後面看 他跟傑洛尼亞斯根本就是同一個麻生的嘛 從髮型到臉型 接下來眼睛鼻子嘴巴 哇 這製作人當初在研發這款遊戲的時候 是不是恰好看到了黃立成大哥的MVR 未免也太像了吧 相似程度可以說高達95% 真的是誇張到不行耶 好啦 原來咱們台灣的藝人中 也有不少電玩人物明星臉 不過大家可能會覺得 怎麼跟節目中介紹的歐美藝人等級 有差距咧 因為在打造電玩人物的時候 開發團隊其實幾乎是 參照著歐美巨星所設計的 而擁有東方連孔的台灣藝人 相對就比較吃虧啦 能找出這幾位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說 只能希望下次開發商 在研發遊戲的時候 可以多參考一下東方連孔 因為我們台灣的藝人朋友們 也是有很多帥哥美女的啊 像是安欣雅啊 你們說是不是啊 今天的電玩快打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 我們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